好,那我们就举一个学号 举一个学号 那我先建立一个新的主控台专案 那这个主控台专案呢 好,我建立完之后 我就把刚刚的那一段程式 就是我想要的程式先扣进来 但是以这个对齐的方式 是没有办法写程式的 所以我们把它注解起来 那下面这边呢,就可以了 好,110010 我随便举一个 11735 好,假如这样 假如某人的学号是这样 当然或许真的有人学号是这样 我不清楚 好,110011735 这时候我要怎么做呢 我先inta等于1 然后intb等于1 就这样子先把它设起来 好,C等于0 intd等于0 int1等于1 int1 and f等于1 G等于7 H等于3 I等于5 好,OK 这样就 就设好了所有的对应方式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程式执行了 好,那我们还不确定它有没有 有没有 完全正确 但是我们来试试看 好,这边补充一下 如果我们使用right line 这一个函数 那它会换行 好,这个就相当于你 C元 你没有用printf 加斜线N一样 那其实你也可以用right加斜线N 也是会换行 那 看你怎么去做 会觉得程式比较容易懂 好 那接下来我就印出 ax等于多少 然后 还记得吗 我们在 csharp里面呢 其实用加号 就是代表字串连接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 如果格式不要求的太精美的话 用加号其实就可以了 那如果格式要要求很精美的话呢 就有 csharp也有类似 c元的printf的功能 但是它的语法不太一样 里面不是用百分号 好 那我接下来 我说y等于 y 然后z等于 z 那剩下两个步 我就换一个行 好了 这样会比较清楚 好 w等于 w 然后呢 t等于 t 好 好 那这里我们就ok了 开始征错 那征错 我这边先 建一个中断点 这个中断点是让程式可以停下来 停在这个中断点上面 才不会 啊 界面一闪而过 你什么都没看到 好 那程式停在这里 我们会看到 ok s等于2 y等于0 z等于5 那接下来 我们这题不是只是要你把答案写出来而已 重点是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它是这样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s等于2 s等于a加b等于1加1 这个很简单 2 好 y等于s s 乘以c等于1 乘以0 等于0 这ok 哇 这么简单 好 z等于i i是5 然后呢 左移 1 1 是1 ok 那在右移 f f又是1 哇 那不是等于没移 所以最后还是5 ok 好 所以相当于没移吧 所以还是5 ok 好 那这个太巧了 各位的学号 两个都是1 1和f都是1 那再来 w和t w w y是x乘以c s是2吗 哦 x是 诶 对耶 y是x乘以c 对 我以为a乘以c 好 所以s是2 2乘以0 还是0 ok 答案是一样 虽然答案是一样 但是过程是错的 所以更正一下 应该是2乘以0 好 那再来w 就等于g g是7 然后呢 小于 这个是小于 这不是做1 这是小于 h h是3 所以w等于7 小于3 那这应该是多少 7有没有小于3 7没有小于3 所以是false 所以是 所以是 这不成立 好 那t等于w and h 减i 大于f 这个就 比较难一点点 w是 是false ok ok and 接下来呢 h h是3 减i 5 大于f1 好 这里有个问题 其实我这个最后的部分 我觉得我有点出错了 不过还是可以跑 好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 虽然题目有点怪怪的 但是 结果 看看为什么会这样 好 3-5 如果它这边先算的话 3-5 是负2 负2 这个没有大于1 没有 所以是 啊 复位没有大于1 所以这里是false 所以最后它的结果应该是 false 所以结果应该还是false 我们看一下 结果还是false 但是 这里其实我们原本要出的应该是这样 就是 没有很小心 所以 有一点 怪怪的 就是 应该是这种and 比较 属于逻辑式的 那虽然这种and 好像也可以运作在 不是逻辑式的 的 就是 我们要的是逻辑的and 那我们写成了位元的and 结果呢 没有影响 但事实上它是有差别的 逻辑的and是指说呢 每一个位元 逻辑的位元 and是指说 就是 就是不灵怠速的那种and 那位元的and是指对每一个位元做and 那当然还是不灵怠速的and 但是它是对每一个位元 所以不太一样哦 那虽然这两个结果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在某些情况下 它不会 不会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要小心就是 要去清楚的区分 什么是逻辑的and 那什么是位元的and 这个请注意一下 好 好 OK 那就 这样子 所以 各位的程式 各位的 结果 我干脆就把这个程式直接贴上去好了 我把程式直接贴上去 好 那这里我就公布答案 好 这个公布答案 确定一下这个编排会不会跑掉 诶 哦 有 在这里 好 编排没有跑掉 OK 好 大致上 这样应该看得清楚 那我的结果呢 也顺便贴上去好了 好 OK 那我们这只是个范例哦 因为大家的学号都不一样 所以随便举一个学号来试 那 大家学号都不一样 你要按照你的学号去推理一下 看看 值应该是不可能会一样 好 那最后输出的结果 我的是这样 我举的学号是这样 那你的不一定是这样 你要把这边改成你的学号 好 再去检查一下 啊 你上礼拜 或 就是你 你这次所交的作业到底是不是对 好 那 啊 有一个要提醒的事情 务必要分清楚 好 逻辑的end 好 跟位缘的end 好 两个之间 或逻辑的or 跟位缘的or 好 这个考试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考 好 那 各位 各位先确认一下 那我们再来继续上下面的课 我们再来继续上下面的课